新冠疫情趋緩 社區活動逐步解封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社區發展協會率先起跑 帶著長輩前往宜蘭三星鄉 參訪行建有機農產合作社 受新冠疫情影響 長輩們說在家悶了四個多月 精神狀況特別差 難得出遊呼吸一下田間稻香 真的非常開心 悶了好幾個月了 都快那個了 老大都快消毒了 所以說這次帶我們出來 我們來是特別高興 稻香味 落雨松 真的很高興 空氣也很好 尤其你們大家都很高興 都很熱情 社區理事長邱秀蘭表示 疫情期間收到不少長輩抱怨說悶得發慌 有的甚至還有親生念頭 只能先積極安撫 等待中央一宣布解封 馬上敲定日期帶著大家出門走走 另一方面 社區即將跟行建有機農產合作社合作 銷售及自用有機農產品 也讓長輩們親眼見證 對食安更放心 我們的疫情一結束之後 我們帶了所有社區的幹部還有我們的長輩來看看 我們跟他合作的單位 然後在這邊好山好水後面 最美麗的一個宜蘭三星的村莊裡面 然後我們帶他們來看看 也看到我們以後要用的米還有我們的食物 都是這麼安全 所以我們也謝謝我們行建村 合作社的所有的好朋友 跟我們民權社區的連結 與社區合作成立螢光工作坊的 鴻國德林科大陪同出遊 學生林哲宇說 這是個特別的經驗 學習到如何與長輩相處 有利於將來工作坊的推動 怎麼和阿公阿嬤接觸吧 因為我們平常最多最多 是跟弟弟妹妹啊 或者是說老師那種階層的人 就是在相處 但就是沒有和銀髮廚他們相處 我覺得他們其實大家都 民權社區的大家其實都很健康 那他們的 他其實比我們平常看到的阿公阿嬤 都還要來的那個 身心狀況 對 身心狀況都很好 然後就是有在運動 就是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鼓勵大家能夠多運動 也是一件好事 社區解封後首度出遊 雖然遇上梅雨季天后不佳 卻難以遮掩長輩們的興奮之情 打卡拍照樣樣來 也宣告民權社區正式恢復營運 記者張鈺柯宜蘭採訪報導